系里说,自己从17岁入行一直今今夜夜,不遇匆忙,时常忽略沿途的风景,突然遭遇失去双心的辩护,一下失去了动力,笑慢下来,是花弄跑,享受生活,看到这个消息,好多网友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妈妈, 还有人表示,我妈叫伤心死,费玉清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,2010年她母亲去世的时候,50几岁的她抱着母亲的遗体嚎啕大哭,据台湾媒体描写,当时费玉清更是语气惊人,表示不想这么快与母亲分离,将遗体冰冻个两三年也没有问题,可见,费玉清对母亲的感情之深,尽力散母之痛后, 费玉清很长一段时间都足不出虎,歌迷们都很担心她,好在她妈妈走出了北上,渐渐在一些综艺节目上看到她的影子,去年还带着父亲和哥哥张飞,一起参加了安徽爱日的春晚,在大哥和父亲旁边的费玉清乖巧的像个小学生,看得出,费玉清是个很练家很孝顺的人, 尤其今天看到她的退圈缘由,银王游觉得非常动手,评价她虽然时常讲混段词,但总算乐而不赢,唐子觉得,算是很贴气了。